哈喽小朋友们好 哇有这么多颜色的面团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制作 面包超人披萨 用不同颜色的面团 先用这个绿色的来制作一个吧 放到烤炉里面 我们烤出来的披萨呢 怎么变成了一个奥特蛋 哦里面好像有东西哦 打开看看吧 哇这是一只骑着熊猫的米老鼠 哇太神奇了 咱们再来试一个吧 那这次咱们来试一个 黄色的 好了来按一下 哦快看 萌萌的小黄仁 这个好像是可以变形的呀 好了 萌萌的小黄仁 你好啊 那我们再来试一个蓝色 哇 这次呢是一个灰色的奥特蛋 里面是蓝色的 里面是蓝色的 这是一个睡觉的老爷爷 好了 我们千万不要吵醒他哦 那咱们这次呢 来试一个橘红色的 这次怎么不是蓝色蛋了 而是一个小房子 是一个迷你的麦当劳小房子 做的还挺精致的呢 哇这个烤炉里什么都会出现 不知道下一次会出现什么呢 那我们这次来试一个 那我们这次呢来试一个棕色 按一下 这次出现的是一个小猪佩奇的奇奇蛋 看看里面不是什么 诶 这是什么呀 哦这是一个迷你的扭蛋机 看这个里面还有扭蛋呢 它还是一个小装饰 咱们还有最后一个面团 最后这个面团 这个烤炉会把它变成什么呢 来试一试吧 把这个蓝色的面团放进去吧 来咱们看看最后的这个会是什么呢 诶 这个也不是奇奇蛋 这里呢有三只小动物 嗨小松鼠 请问是你们三个把我的披萨吃光了吗 送外卖的小车 诶 这里竟然有一颗奇奇蛋 是魔法精灵的 我们来打开看看吧 诶 诶 猜猜这个里面是谁呢 这是魔法精灵里面的小精灵们 看看我们得到的是 哇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戴着绿帽子蓝头发的一个小精灵 把我们得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到这个外卖小车里面吧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这个神奇的披萨烤炉给我们变出来了这么多好玩的玩具 你们都还喜欢吗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就玩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